岁月催人老 但却又不止如此 时间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不仅仅是发苍苍 势茫茫 齿牙动摇这些外在表现 而更是深入在内心的每分每寸 虽然高喊着永远是少年 但终究那个曾经拿着gameboy的少年 已经只剩下模糊的背影 人生中的一段段回忆被做成切片 珍藏在内心的某个角落 落满灰尘 但偶尔我们也会抖落灰尘 撬动回忆 抽起某一个切片来做分享 也许是从书架中抽出一本 值得回忆的书 也许是从柜子里抽出某一款 充满回忆的游戏 各位 在上一期细说从头里我提到 MD整个生命周期在日本市场的销量 不过是300多万台 比起SFC日本生命周期 1700万台的销量来说 可谓是惨败 这也让一些并没有太关心 主机大战历史的老玩家感到错愕 因为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而言 似乎印象中在当时的国内市场 明明是MD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 形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很多 往日谈 不是细说从头 这个话题呢 我们不具体展开 但确实 对于我们国内玩家而言 MD才是更有情怀的那个机器 毕竟很多人当年甚至都没有玩过SFC和PCE 因为日本MD装机少 而国内情怀用户又多 导致如今MD的中股卡带价格颇高 甚至因为海淘者慎重 不少MD游戏的价格 会出现日本和国内倒挂的现象 作为当年包机房的热门情怀作 这款七龙珠五涌列转 当然如今价格也不算低 但还不至于算得上天价 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如今全A三星的价格 收到一个品项还不错的卡带来收藏 那我们也是不啰嗦啊 就将这个卡带插将起来 一边玩一边回顾一下 当年关于这款游戏的往事趣闻 《文永略传》是龙珠啊 这个1994年由万代发行的七龙珠主题的游戏 具体类型呢则是格斗类的作品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万代的格斗嘛 就比较粉丝向 游戏的平衡性也不能算是太好 手感也一般 你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格斗游戏来把玩 但甚在IP加持 各种动作的还原度 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也还算是不错 还能选择从悟空 午饭一直到杀戮 弗利萨等角色 包括基纽特种部队里面的两个角色 我记得当时啊 最初在包机房接触到这款游戏的时候 正是国内的杀戮游戏篇的漫画出完没有多久的时候 可以说正是龙珠人气爆棚达到顶点的时刻 所以能有这样一款游戏 那自然立刻在包机房成为人气爆款 所以也不难理解啊 大家如果有经历过包机房年代的玩家应该知道 包机房的卡带和游戏机的配比 它不可能是一比一的 比如说整个包机房一共有十台机器 那热门游戏呢也许会配个两三盘三四盘 一般人气的游戏也许就一盘 所以有时候就会出现你去的包机房 指明要玩某款游戏的时候 老板会告诉你卡带没了 然后一直正在玩的人说 你看就三盘卡 这不三台机器都在玩吗 这时候呢你当然会失望 但是你一般你也不会就离开 你会啊先开一台机器玩会别的 等正在玩你想玩的这盘卡带的朋友走了 你就能接盘卡带欢乐起来 而吴永烈传在我当年常去的包机房 就能享受到配置三盘卡带的待遇 要知道那个包机房很小啊 一共也就大概五台机器左右 对吧配三盘 那具体说到游戏本身 龙珠Z 吴永烈传 其实就是一款套了龙珠IP的格斗游戏嘛 然后游戏提供的两种模式 故事模式呢 就是操纵游戏中十一个可玩的角色中的一个 按照原著的剧情顺序进行一场场的战斗 直到打赢最终boss就算是通关 还有一个对战模式你可以对战CPU 可以玩家之间来进行对战 甚至你也可以观看CPU之间的对战啊 切磋 实际说来对战模式的存在 也是当年这款机器在包机房热门的原因之一 因为一台机器 这下就可以两个朋友一块玩 分摊成本 朋友同趣呢 也会比较有意思 游戏的操作是使用的三件控制方案 A键出拳 B键出腿 C键是五空数 我们知道MD常见的手柄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这样的 它是MD1的随机标配手柄 我们通常都叫它大三件手柄 另一种呢 是这个 这是MD2机型的标配手柄 我们一般叫它六件小柄 两种手柄当然是可以互换 但遇到像街霸2这种六件游戏的时候呢 那显然是用六件手柄比较舒服 而无用列转 虽然是三件游戏 但因为六件手柄啊 比较小 不少玩家认为手感更好 所以在包机房对战的时候呢 如果一台机器配了不同的手柄 一个大三件 一个小六件 玩家间啊 也常常会因为对战的时候 使用六件手柄而发生争执 当然最后通常是划拳决定 还不至于要真人快打 同时对战的时候啊 输掉的一方 如果正好是用的三件手柄呢 也可以把自己的记忆不经 归结为手柄不好 虽然其实并无关联 顺带一提啊 我个人呢 其实是比较喜欢大三件手柄 因为够大啊 比较舒服 所以啊 size does matter 游戏中的角色呢 拥有各种原著中出现过的招式啊 比如悟空的神龟冲击波 卡梅哈梅哈 或者克林的七元斩 笔克的魔罐光纱炮 或者弗利萨的这个 尖心炮级别的大招 都是可以发出来 此外还有各种小的招式啊 也都还原度很高 比如说太阳拳 你当然也可以使用 在那个拿个泡沫套在头上 或者说套在肩上 就可以当做圣衣的年代啊 能玩到这样的游戏 那当然是代入感十足 唯一的问题是 其实一开始玩的时候啊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出招 拳脚相加啊 当然很容易 但想打出漂亮的招式啊 则是有一些困难 毕竟出招指令都不会 就全靠乱搓 那固然乱搓 也有乱搓的乐趣啊 我是说出招啊 就是乱搓也有乱搓的乐趣 但终究还是要 这个想要打出各种招式嘛 所以就会很苦恼 其实这版游戏 所附带的说明书之中 是有完整的出招列表的 但当然在包机房里 你怎么可能有说明书 自然是无从知晓 那唯一会几招的 就是包机房的老板 我们呢 就为求他告诉自己 出招指令啊 可谓是斯文扫地啊 极尽谄媚之能事 但是老板拿翘啊 很厉害 以此为诱饵 吊我们上钩啊 说你玩上几个小时 让他赚够了 他可能给你演示一遍啊 某一个出招怎么出 你说你要没看明白 说你再帮我演示一下 他是绝对不愿意的 所以令知我们啊 相当的苦恼 但后来玩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游戏里面 是有一个出招表的 只不过因为界面全是日文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而已 一次呢 我是无意间发现了这个 小秘密啊 便如石破天 参透太玄金 那真是功力猛进啊 一时间连老板都要反过来 问我出招的技术 可惜在我将出招表 这个告诉别人之后 很快全包机房都知道了 导致我未能享受太久 重心捧跃的感觉 那说到日文的游戏界面啊 其实还有一点是挺有意思 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游戏呢 除却日文版之外 还推出过法文版 西班牙文的版本 但偏偏在MD 或者说Genesis 卖的最好的美国 这个游戏却并没有正式发售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也不复杂 虽然龙珠啊 这个漫画在人气 在全球都是顶流 但在游戏推出的94年 美国市场当时 还没有引进龙珠的动画 所以人气当然就不会高 那实际根据一些美国网友的回忆啊 这个龙珠在美国人气爆发 大概是要到9899年的那个样子 因为那时候美国的市场 开始播放超级赛亚人片 也就是纳美克星片 然后面紧接着就是杀戮游戏片嘛 所以人气爆了 而在那个时候呢 早已经不是16位机的天下 所以我们会看到PS和SS上的龙珠游戏 都有发行美版 这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最近为了做这个节目啊 我加起来又玩了不少时间的《无涌列传》 虽然用如今的眼光来看 游戏的动作呢 很僵硬 画面当然也很简陋 比起后来的龙珠游戏 那真是天差地别 但说实话 我玩的还算是挺高兴 虽然身边也没有了 当年在包机房里一起的小伙伴 因为正如我常说的悲欢聚散 总是悄然发生 太多生命里曾经重要的人 如今难熏踪迹 当我玩的时候 耳边似乎还会响起那时候的笑语欢声 或许是年纪大的幻听 或许是他们在我的生命里 其实从未离去 好 关于《无涌列传》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 接下来还是闲聊时刻 好 闲聊时刻啊 两件事想和大家说说 第一件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这两天看了EVA的漫画 就在咱们B站看的啊 EVA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漫画呢 和这个动画跟剧场版 又是小有区别 看完之后啊 因为EAV里面有一套 人类补玩计划 我突然想啊 我也该来一个补玩计划 补什么呢 我想了一个啊 叫名作 一开始想的是神作 后来又想呢 可能不准确 就改成了所谓的名作补玩计划 因为大家知道啊 这个游戏历史啊 上面有非常多的啊 名作 甚至是神作级别的作品 有很多我当年就玩过啊 但是呢 现在记不得了 当年玩的 或者因为语言原因呢 没能好好的去把握 整个游戏的精髓 我想重新玩玩 把它做成节目 还有就是一部分我还记得的 记得很深刻 就像这个 《毋庸列传》 所以我也开始把它做成节目 再来就是有一些相对较新的游戏 评分非常高 评价也极好 但是我却没玩过 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海事慎楼之馆啊 一个Gal Game或者说视觉类小说 我也没有认真玩过 我想也把它玩一玩啊 这些把它补一补 然后咱们来做节目来聊 那既然是要做补完计划呢 它就不会是浮光略影的来聊 会比较深入的来聊 那如果是剧情像的游戏 就会仔细聊聊它的剧情 做剧情的解析 或者说探讨 那如果像《毋庸列传》这种啊 当年回忆满满的游戏 就会从这个回忆的角度啊 配合游戏画面 来做一些回顾 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啊 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做 《毋庸列传》算是这个 补完计划的第一期啊 接下来也会和 这个细说从头来交替着做 当然不是严格的什么 今天一期细说 明天一期这个 未必啊 看情况 那包括新作像FF16 我也都在玩啊 很投入啊 做完之后啊 玩完之后 也来做节目和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 二一个呢 就是前段时间 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说 我想做一个电台节目吗 那做电台节目 有很多考量 比如说选择什么平台啊 比如说这个 具体用什么主题来做啊 哎呦 这个可是废了我一番脑筋呢 最后想来想去 我觉得啊 嗯 那干脆就还是把 游戏早餐车 这个 就这么一个标题 或者说类型吧 把它重新拾起来 但是呢 这个早餐车 就没法天天出台了 音频节目 我规划是一周两期 周一周四啊 或者怎么着啊 具体时间还没想好 那具体的呈现呢 虽然它还叫游戏早餐车 也会和之前的早餐车 非常偏重 新闻的计时解析 有所不同 那但是它还会是一个游戏 泛游戏类的吧 可能会更偏重游戏文化 或者说 游戏故事啊 这样的一个 类型的作品吧 这构思啊 构思结束之后 开始做 等到开始正式上线之后 现在暂定就是 喜马拉雅和 小宇宙啊 同步来做更新 等到正式上线之后 也会跟大家说 现在还在筹备阶段 就是这两个事吧 和大家说一说啊 也没别的什么想聊的 那接下来还是 广告时间 淘宝店 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 除了新上的 我的RPG传奇 还有各种传奇类的 这都是游戏类的 节目 那还有大量 非游戏类的 谈天说地系列 有十四季 还有像 悬案时日谈 醉案时日谈 总之 琳琅满目 风俭游人 大家调自己喜欢的 感兴趣的买来听 那谢谢各位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 再见